事情是这样的,我和闺蜜回家的路上竟然捡到了一只狗 在我们停下车子要走的时候,我看到旁边车筐里面好像有只小奶狗 天呐,竟然真的是只狗 是晃着那个小狗吗? 这是个病毒吧,你看他没反应 是哪个不负责任的主人把他扔在了这里 你把他抱住了,抱住了 我看他 我给你这 你是不是都吓 打开袋子看了下还有些反应 先给他喂点水看看 过了几分钟 你快点,给我给他多一点 他弄很下去了 看样子应该是生病被主人给遗弃了 先把戴亚爷让病点,你早来带他上那充电,看晚上他救回来吧 很多人都在关心前几天捡到的狗狗活下来了没 今天我就来给大家说一下小狗狗的情况 因为那天晚上捡到他的食物都已经接近凌晨了 大多数的宠物医院都已经关门了 所以就只能先把他带回家明天再去救治 给他喂了些奶粉 不过小家伙他也挺配合 天哪,他可真黑啊 除了牙齿白之外,其他的地方都是黑的 第二天一大早 我和闺蜜就急匆匆的往医院赶 到了宠物医院 经过一系列的检查 医生告诉我们他得了洗小病毒 幸亏来得及时,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医生说只要坚持治疗还是有希望的 其实我心里很清楚 就算是治好他,我们也是没有条件去养他的 哎,反正不管了,走一步算一步吧 毕竟他也是一条小生命啊 闺蜜也在小区群里发布了检狗的信息 如果他的主人回来找他 我们能放心交给他吗 今天接着带小家伙去医院打针 经过这几天的治疗 看着精神恢复的还不错 看到你渐渐恢复 我心里总算松了口气 输水的时候 我注意到旁边也有治患病的狗狗 也希望你们像小家伙一样 坚强的战胜病魔,早日康复 给小家伙说碗水 医生说今天挂完最后雨针 基本上就没什么事 我还是你有信心 知道吧 你要没信心 是是是 撑上那儿 继续 那儿 你要没信心 这样第二个人 两个人 在你的人 可能 我不断了 了 不客人 我的人